大家好 我是林美秀老師 我們筋絡平衡的功法 進入了肝膽筋 肝筋在我們的大拇指的大蹲穴 沿著大腿 沿著整個腿的內側 繞過我們的生殖系統 到達我們乳下一寸五分的棋門穴 然後棋旁枝再上到咽喉上頭部 我們的膽筋從童子療開始 沿著我們的耳朵 側腦 肩膀 沿著外側到達我們的主小指的位置 這兩條經絡 它是很重要身體的解讀系統 肝筋有一句話叫肝腸血 肝腸血它主要是血液的調控 它也去乳養我們身體 所以當我們的肝血不足的時候 我們的筋會變緊 所以肝阻筋 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容易肩膀僵硬 筋很僵硬 你可能連走路都覺得 移動的時候步伐很沉重 眼睛也會因為這樣可能會霧 可能會視霧不明 眼睛看不清楚 臉色灰暗 這個就是通常肝筋肝血不足的一些現象 今天我們就要透過功法的練習 去疏通我們的肝膽筋 讓我們的肝血足 然後手腳身體的筋可以便利靈活 我們接下去呢 就讓雨昕來幫我們做一個示範 雨昕 現在請你把重心站在左腳 把右腳向後退 形成弓箭步 那我們弓箭步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讓膝蓋不要超過我們的腳尖 把髋關節挪正 我們的肝筋就是從內側巡形 透過沿上來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 當我們在扭轉的時候呢 它會讓我們的整個的肝筋起到啟動 它也可以讓我們的大腿 因為這樣的訓練扭轉 然後變瘦 好 我們現在呢 要分三個階段 我們的頭部跟頸部請不要動 我們先去轉我們的腰部跟斜肋部 我們先向左邊轉15度 對 維持十秒鐘 好 當我們呢 維持十秒鐘之後呢 一樣頭頸部不動 用我們的腰跟斜肋部 再向左再轉15度 這個時候你可能已經覺得 我們的前面的肌肉跟後背的肌肉 已經緊緊的了 這個時候你把肩膀放鬆 因為我們還要進入第三個階段 好 接著我們在第三個階段再轉 好 第三個階段轉到不能再轉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去轉動我們的頸部 帶動我們的頭部 往後看 看到後腳的腳後跟 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右手扶在你的髋關節 去做一個定位 那後面那隻手要扶在命門上面 好 我們第三段呢 我們也維持十秒鐘 在我們維持十秒鐘 這一段期間 因為它是一個很極大的轉動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覺得你的身體變緊了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你先把肩膀放鬆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發覺 你身體還有空間 那你就可以再轉一下 這身體的扭轉 在肝區 可以做一個深度的按摩 那接下去呢 我們要回來的時候 請頭部也先不要動 我們一律要從 腰跟斜肋部這邊轉回來 最後才帶動頸部跟頭部 好 我們開始轉回來 好 轉回來的時候 雙手回到我們的髋關節兩側的時候 這個我要特別提一下 就是我們要把手肘提著 讓我們手上的勞弓穴 朝下大概45度的斜角 這個動作 可以讓我們的氣不會散掉 會幫我們把氣聚在這裡 幫助氣的推動 好 接著我們要換另外一隻腳 我們把右腳收回來 重心移到右腳 然後把左腳向後退成弓箭步 好 來我們接著 頭頸部不動 腰向右轉15度 我們第一階段 停留10秒鐘 我剛剛已經有介紹過 膽經呢 我們從同指療眼睛 然後繞著耳朵下來 那肝右主開竅於目 所以其實它對於眼睛的保養 是非常好的兩條經絡 去做一個氣的同時的調整跟推動 好 在第二階段再轉過來15度 依然我們停留10秒鐘 那大家一定會發現 它對於我們的大腿的內外側 因為你要固定在這裡 所以其實它對於肌力 對於筋的柔韌度的訓練 它一樣可以整個柔韌度會加強 好 我們接著到第三階段 儘量轉 好 儘量轉 轉到不能再轉的時候 開始轉到你的頸部 看到你後腳的腳後跟 記得前面這隻手要扶著胯 它幫你的位置做一個定位之外 也把我們的斜肋部跟腰部 做一個輔助的扭轉 後面那隻手就在命門的位置 我們依然停留10秒鐘 那在儘量轉的同時 如果你覺得身體變得很緊 不是先放掉 而是先提醒自己肩膀放鬆 好 我們停留10秒鐘之後 從腰部帶回來 好 慢慢還原 記得不是先動頭部 是先動腰部 OK 好 回來兩隻手 扶在髖關節外側 好 我們慢慢收腳 好 這個功法 大家應該要每天多做練習 一般我們可以每天做六次 每次分三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停留10秒鐘 在現在 緊張壓力又常熬夜的生活型態裡面 其實每天去疏通我們的肝膽經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